我想問我應該怎樣稱呼你 因為我看到你的IG名字叫13942 其實如果熟一點的朋友會叫我輝輝 日字必須有個君子 因為我中文名字是有輝字的 如果英文就多數叫我Tammy 兩樣都可以 看你跟我有幾朋友 嘩 搞厭我 嘩 神經病 神經病 一開始是13942 我想問13942是甚麼 我想不明白這五個數字是甚麼 提示是不用斟酌 不要想到那麼細節 沒有甚麼意思 我想不到 其實我打算改一個名字 是關於數字 但我又不想用生日 然後剛巧電視報起 3 0 0 4 7 0 但也不加3 942 然後他就13942 哪裏是13942 5 3 4 2 0 2 13942 就是完全沒有意思 沒有意義 是一個很隨便的一件事 但後來改完之後 每個人都覺得很順口 我還以為有些特別的意思 不要心著 好 大家好 又是Alex 又是一百種潮流生活 我們這次又請了這位嘉賓 我本身就不會去的 你自己介紹一下自己 嗨 大家好 如果熟一點的朋友 可以叫我Tammy 你好 你好 哈 哈 剛剛都談了一些計 我們現在就直接問問一些問題 你覺得自己的定位是怎樣 或者別人看你的定位是怎樣 從別人的角度說起 我覺得別人看我的衣著打扮上 可能是偏誇張 少許元縮 又會比較顏色一點 比較無定義一點 因為有時候可能我會穿一些正式一點的東西 但我想很多人都會覺得我是Y2K 為什麼我想做這個訪問的原因 都是因為看完你的IG覺得都很Y2K 其實我沒有怎樣看過在香港 年輕人 你多少歲 我今年24 我都不是很 不是 因為我現在覺得自己 我覺得自己老 我帶你一年了 我覺得自己老 什麼老 什麼事 冷靜一點 我想想說什麼 我忘記了 說吧 那你覺得自己的定位是怎樣 自己覺得自己 沒有定義 就是低限 我不想定義自己是任何一個風格 大家可能會覺得比較難接受一點點 但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都是一個表達自己的方式 你覺得會隨著年齡的增長 可能去到30歲 你都未必會再這樣Y2K 是啊 年輕人就可以玩多點顏色 是啊 前陣子我可能演過一些橙色 一些Crazy Car 好淺的橙色 螢光橙 綠色 其實當時的歧視會比較大 可能出街是真的 基本上每個人都會看 因為這個綠色頭 你想想想一下 街頭看街尾都一邊見到 紅綠燈 你都玩過不少顏色 哈哈哈哈 多數我玩完之後都會戴黑帽 啊 啊 先套一套頭盔 哈哈哈哈 你平時或者你現在身上 你一定會有什麼會出街 一定會戴的 我會覺得是耳機 原來戴了耳機之後 無人之境 這個世界就不再有任何的雜聲 這個 那就很容易了 哈哈哈哈 大家小心過馬路 哈哈 我看你是戴這些 頭罩式的耳機 其實不是配合你的Y2K的形象 因為其實我看很多 就是這類型的 雖然我跟你都會戴 哈哈哈哈 我不戴過 我發覺現在近來 尤其是近這一年 其實是興起這類型的耳機 戴出街 還有Y2K的配搭裡面 其實很多人都會用這些頭大式的耳機 我是比較現實層面一點點 我是真的注重音質 因為我要一個生活的品質 但是真的 我覺得聽歌的音質是厲害很多 還有那些歌 是一些很細節的都聽到 我就覺得這些位置很棒 我想問你選擇這個顏色的時候 是否方便你配襯衣的 都有啊 但我覺得要是特別這一款 我才喜歡這個顏色 它的啞光是很有質感的 對 你可以說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這條問題 本身就是想問它的袋是有什麼 其實唇膏、銀包、粉餅、鎖匙 反而我補妝的東西都是帶粉餅和唇膏 都沒有什麼特別 那你心目中的潮流是怎樣 首先你覺得自己是否一個潮流 我會說有人真的會很嚮往 真的有粉絲 或者看我可能是IG一些不認識的人 又沒有到粉絲 但經常都很多人說 我真的很羨慕你這種風格 我想變成你 很多女生有很多襯衣的問題 或者有時有些身形的問題 都很想穿你這種風格 但她覺得自己很肥 但我想問肥是穿不到Y2K的嗎 我真心問的 可能那些女生在IG上 覺得給她們的感覺 我是有些自信 因為我夠膽真的公開我的生活 我不是為了經營IG 可能才去出一個post IG很多都是為了生活的事 一些很細節的東西 我是喜歡分享 給大家的感覺就可能會輕鬆一點 不是那種只是賣廣告收錢的KOL 走的路線是比較真實一點 還有可能我經常都分享我的情緒問題 而有這些問題的人都會找我談 還有我之前五月做我的手術的時候 都沒有想過原來真的有人有同一個困擾 然後大家一起好像互相支持 那種 我覺得心目中的潮流是 你首先要夠膽 即是要夠膽穿 要夠膽穿 但你覺得香港這個地方 其實是不是很難令到別人夠膽穿呢 帶著很多偏見去看著你 香港人是比較難接受一些新的東西 尤其是可能在顏色上 他們會有很多限制 可能一般大眾覺得黑白灰一定是最普遍的 我又覺得心目中的潮流是 除了要夠膽穿之外 你要有sense之外 要夠膽呈現自己 我覺得是要真實的 如果你的人不是這種感覺 穿出來也不是那個感覺 找到自己的方向 和真的喜歡做的事就很重要 這個就是我對潮流的看法 那我們就會下回這個快問快答的環節 Y2K還是日系 日系 女生還是男生 男生 女生還是男生 我都想了一會 那女生可能很想做男生 我以為你的出發點不會 不是啊 不是啊 性取向痴 那有些女生可能覺得 其實男生很容易穿衣服 穿很多不同的類型 不同的風格都可以 我知道我的問題出發點是這樣 留意一下 日本還是香港 日本 滑板還是睡覺 滑板 拍照還是拍片 想試一下拍片 主流還是非主流 非主流 自私還是大方 做人要大方 一定要大方 甜品還是西產 甜品可以無限食 甜品 星座還是新潮 星座 化妝還是紋身 我會選化妝 其實你現在整個人的外景 偏向多一些Y2K 但是為什麼你會選日系 我也不想很定義一件事 可能大家是這樣看 但跟我自己對自己的看法不同 你覺得這個是日系 是啊 其實可能我拍照出來 跟我真的日常生活 有些可能很隨便的時候 都沒有錄出來給大家看 所以我就不想只標榜自己是Y2K 除了我們去找你做一個訪問 我覺得你是很Y2K 我才想找你做一個訪問 有沒有人都很標榜你是Y2K 有的有的 其實大部分人大家覺得都是Y2K 這是大家公認的 不是我公認 大家公認 我想問你選男生 當然這個問題不是問你的性取 是選女生還是男生 我想問的問題就是 你會自己是想做女生還是男生 在這個穿衣上 為什麼選男生 是因為我真的想嘗試一下 穿男生的衣服 你有沒有試過剪短頭髮 我以前也試過後面剃了 剪短頭髮也有 短頭髮我都ok的 我想試一下玩男生 想試一下玩男生 不不不 玩男生的 不玩男生 我對感情很認真 想玩一個很顏色男生版的我 我覺得很有趣 我覺得男生是再比女生難一點 玩顏色的東西 因為女生還可以說是很可愛 很有趣 但是男生玩就會變成狗不亂七八八 大家接受男生穿衣服的程度 其實沒有女生那麼大 是啊 我就是很想挑戰這個底線 我想問你選擇拍片 但是我沒有看你拍過片 其實 問得很直接 對呀又要被人攻城 我也是看你拍照多 但是為什麼你會選擇拍片呢 因為女生其實是很怕拍片 因為拍照你還可以撿 拍片你整條撿的話 其實是撿不到那麼多 但是為什麼你會選擇拍片呢 因為曾經真的有想過拍化妝片 其實之前真的開了Youtube 其實我也試過有拍過的 但是效果 就是我自己的要求太高 所以一直都做不到想要的效果 其實也有很多人一直都在等我的影片 整天都問你什麼時候出Youtube 什麼時候出Youtube 很想看你日常出街 很想了解你的生活 很想知道你平時去哪裡 做什麼 平時你準備好是怎樣 他們很想真的了解我的生活 所有細節 所以我就想嘗試呈現我的生活給大家看 可能大家都會喜歡 我想問在網絡上有人攻擊過你嗎 就是有沒有些人說 嘩 做什麼 你這個John 你這個人 就是有沒有這些攻擊的說話 反而這些我批評 我少一點 我慶幸這個位置 是我少一點 假AC無故攻擊我 比較少 小一點意思也有 之前試過只是有一個留言說 你的樣子真的很恐怖 那一下是有些Mine 所以我就回覆了他一句 你的心更加恐怖 就是你有覆覆他嗎 是啊 我沒有留言的 我想問你是不是覺得自己穿緊的Style 是一個非主流 應該也不是主流的東西 那就是非主流 非主流 非主流 但是回看你年紀 我跟我說好像變態佬 兩次 因為我做每一個訪問都會看完 看了大部分的IG 也不敢看完 年紀兩年前 其實你是沒有去到另一個蛻變 變化不大 但是有什麼 觸發了 對 有什麼令到你會想碰一下這個風格 或者想試一下這件事 女生是很難過自己第一關的 突破心理關口 有些女生可能一輩子都佔短頭髮 過自己的關 對 我覺得我接受程度都應該應該比較大的 我過了那個心理關口 是因為我覺得我真的喜歡做這件事 我不想再因為其他人的流言蜚語 或者一些眼光 令到我自己做不到我喜歡做的事 有些女生是喜歡扮靈 但我不是只喜歡扮靈 我是真的很難喜歡扮靈 所以我才做一場 夠懶去做這件事 不介意別人怎樣看 已經突破了一個框 這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 現在其實整個環境都好了 大家的知識程度都算大了 多人玩了這些風格 但如果說真的 比起五、六年前去玩 是讓別人說 你覺得你是否承受到這件事 五、六年前的我應該真的很脆 我曾經其實有一段時間 是沒有玩過IG 但1394這個帳戶 曾經停了一、兩年 我是沒有玩過的 以前是更加多一些惡意的評論 有說我肥 上鏡很肥 有P相 真人有矮 然後我那時候真的 我真的躲在那裡哭 不是開玩笑 那個壓力是大到是 我覺得 我簡直有些社交恐懼 不敢再接觸一些人 簡直很想躲在那裡 不想見任何人 朋友都不見到 但現在你是接受到的? 我接受到 為甚麼你接受不了? 我有沒有做錯事? 終於自己沒事的 但你不接受我都不會 你說你自己跳出了這個心理關口 但有些甚麼觸法 讓你可以跳出這個心理關口 這條問題是導演問的 那時候的情緒太波動 經常因為這些事 令到那時候 那個世界好像很黑暗 直到有一刻 我是覺得 其實我究竟做錯了些甚麼 我當時每天都是問自己 但每天都想不到我回答 因為我真的沒有做錯任何事 然後我就覺得 要堅持做這件事 也不是很刻意的 因為我真的喜歡做這件事 所以就繼續 其實甚麼是屬於Y2K的類型 我們特地做一下功夫 Y是代表Year 代表是2000世代 這樣意思 結合了一些可能創新 有些未來感覺的元素 很pastel的顏色 可能紫藍 一些科技感 新的東西 再融合一個2000年代 即是新加舊的結合元素 Y2K是 其實現在香港人都屬於一個小眾 你們會不會分享大家的東西 即是這個圈子 是的 有啊有啊有啊 這兩件事都很重要的 一班朋友 大家都是玩這些風格 這樣就會一直保持下去 你們會不會排斥些 不是玩Y2K的人 不會 不會的 很善良的 我很多朋友都是OL的 很斯文的 都有的 我做朋友是比較喜歡相處 和看性格的 我不會因為Ology定義了你 因為我曾經都被人定義過我 可能那些人都覺得 我是怎樣好玩的 有很多兒子 那些 不知道 我不知道 這些東西 很負面 有時候人家看你 你不知道 所以我都不會用這樣的方法去 說你不是這個風格 就不要跟我玩 那不是的 看相傳的 Y2K其實給人家很多的感覺 就是很誇張 可能感覺上就很愷 愷這個字幕很老 很愷 你覺得有些人會很不喜歡你的風格 在社會上 我覺得是有的 但是那些人是從來都沒有接觸過 我都敢說 也都是他們從來都不敢做的事情 如果你穿到這個風格 我們再說 你不是這個路線 不要緊 大家互相尊重 我也不會說你只穿白色衣服 這件事很無聊 我想問有沒有朋友、家人、教人 對你這種依著有很不好的評價 站在身邊的人 或者另一半 真的沒有 可能因為大家有樣可看 呈現我內心的東西給大家看 我就是這個人 如果大家接受到 就會過來跟我做朋友 適合Five就聊天 反而你穿西裝都斯文拜 我經常都這樣說 你穿得好人好者 可能你也是電台 回去打幾次飛機 不知道 我再長一點 這條片也有說 打開飛機 不知每個人都說 好喜歡說打飛機的 打飛機 但有沒有一些很好的評價 很窩心或者覺得很開心的評價 有啊有 IG會收過一些很長篇大論的東西 有一個女生 我之前幫一個品牌拍過一輯衣服 那個女生見過我拍完之後 就去了試衣服 然後她就跟我說試衣服 然後就說買完 因為我穿過 她還說我還叫所有人 一起追蹤你的IG 因為他們那時候 有了Print 那些Post 他還特意拍 還要問一些人 拿來留念 她就很著弱地跟我分享 然後就覺得 原來我也有這麼有影響力 那一刻就行了 我會說 我很欣賞你的風格 自己穿不到而已 都想別人穿到 我經常都說自己穿不到AJ 我都想別人穿到 會不會有人說 我真的會跟你說 其實我也很欣賞你的風格 有啊有啊 年紀大一點 年紀去到多大 試過有一次搭的士 有沒有一個阿叔 小姐你真的穿得很好看 你不要用阿叔 阿叔阿叔來比較 阿叔阿叔是不可靠的 阿叔阿伯都不可靠 對 騙你妹 大家都是穿Y2K的人 大家當然認同大家 但有沒有一些 我可能本身不是這個風格 或者是完全不同的 都覺得 都OK 都不錯 可能真的以前認識久了那些朋友 有沒有一些不認識久了 不認識久了 那真的比較少 但不代表沒有 但沒那麼朋友 自然淘汰 什麼 自然淘汰 自然淘汰 那些朋友是不是自然淘汰 是啊 自己分解 你問吧 我沒有浪費 我不知道你正職是什麼 例如日本很流行Cosplay 有些人可能是 我收藏給同事知道我玩Cosplay 或者一放假我就衝吹玩Cosplay 因為你這些都不是 世人那麼容易接受的Style 你會不會在你工作上 會的要求穿的衣服 可能穿上去上班 他要想我穿的衣服 我覺得OK 這個是我會接受的 因為如果我真的回到這份工作 我應該衡量過你有點我接受到 但是 我不會收藏我的興趣 我不怕被人知道 你有沒有男朋友 沒有 你是不是自己想問 你之前有男朋友 嘩 哈哈 沒有 你和你男朋友 可能去一些很重要的場合 或者有些比較好一點的餐廳 如果你穿到這樣好像很格格不入 你會不會在這個情況下 你會說我調整自己不是這樣 都覺得要看場合 有時有些場合要尊重 會穿一些 紙紋一點 但我都會加一些衣服 總之我都不是很普通的東西 但我可以因應場合做回 但如果這件事是不需要你尊重 不管了 無限制的話就任玩 你覺得你幾歲會不會玩呢 又不會碰這件事 根據我的經驗 你的經驗你好像經歷了 我以前是再穿一些偏文青 我看過 好像變態 真的全黑那些我都OK 我突然會變回 我想問一下 你這麼熱 你又慢幾倍 為何不適合之前的文青 因為你是留了三四五張 因為每個階段的自己 都對我有意義 見證我變遷的一個過程 而且我都不怕被人知道 我以前是怎樣的 每個一開始都是合白虎會合白虎會玩起 一個畫面 我是由怎樣演變到這樣 其實你想不想這個風格 或者你這件事可以發揚 廣大或者多些人玩 可以一起玩 應該這樣說 我鼓勵大家勇敢一點 去做自己真的喜歡的事 以及穿到自己喜歡的衣服 因為我現在突破了這個關卡的時候 我又覺得 真的沒有限制 但原來有時候有些人 RG Director 跟我說 我真的不敢好像你這樣出街 但我真的很喜歡 其實還有很多人有這個困擾 其實可能為甚麼人喜歡看我 都是可能找到一個正能 因為我做到他們不敢做的事 也會找到我一個書法的渠道 因為他知道我經歷過這些 很多人都會跟我分享情緒問題 其實IG有一個挺好的渠道 跟大家做朋友 我最近覺得不是 我也覺得不是 但你還是覺得自己是挺好的 都可以有馬之餘 是呀 是呀 我有看 我沒有知道甚麼事 你覺得現在香港的潮流太單一 接受不了很多元化的東西 是 因為以前可能我那個年代 真的看到有人穿Punk 穿Lolita 他們會你怎樣穿 你喜歡 你OK 你爽 我不會去說你 不會去歧視你 但香港現在的風氣是 你不跟我一樣 我就會笑你 其實香港可能有很多人 可以穿衣服好好看 但他因為小時候 就被別人去 教育你 就是不可以跟別人不一樣 你要最好跟大眾 是差不多 其實就變相會害了他們 沒有了 膽 記住 是你穿你喜歡的東西 不是別人喜歡的東西 你要記住 你打飛機都是你爽的 你有什麼時候聽過別人 打飛機的時候 你很爽 除非你 有人就會說 你穿衣服是穿給別人看 還是穿給自己看 我認為穿衣服 一定是穿給自己看 你先說一個留言 其中一個留言 我不開名 健身九成時間都是給別人看的 當然是給別人看的 如果是你 你會怎樣回應 因為下面其實就有些麻痹 我看到我的感覺不大 我都可以尊重你的想法 他也沒有錯 有時候互相尊重 為什麼大家何不和平一點 一人笑一句就算了 我現在撇除了所有東西 我只會關心 真是愛愛的人 其實你說 有些不認識的人 比如網上留言 說真的 出來現實世界 他敢不敢說話 我絕對不介意和大家交流和聊天 但是他們出不出來那一刻 你都已經 他這個和Dolly Edison在IGLive 叫人出來 脫臭在這裡 I'm right here chillin waiting for this motherfucker that they wanted to fucking beat my ass and juice 先走出來 走出來 不是 很peace的 做個朋友 聊聊天也OK 但我相信他也不會 不會 對不對 其實我每次有嘉賓 都有一條最尾的問題 就是你會不會有一個 你的Fashion icon 或者你覺得 一個你會留意的一個 關於潮流的人 可以介紹給我們 哦 OK 如果女生的話 不一定女生的 其實 因為我挺怕跟女生做過 是嗎 你很怕我嗎 不是 我怕所有女生 我不是怕你 哦 OK 我覺得你們可以找 Kelly 一個女生朋友 你可以賣回IG在那裡 這個女生 她認識自己的車衣 然後有做設計 我跟她的Fashion sense 都很相近 有時有很多 Inspirational 是啊 我們每次都會有這張卡 Thank you 是不是你們親手寫的 不是不是 有心心的 我女朋友寫的 Hello OK 是啊 那這集就這樣 大家可以follow她的IG 有什麼心理輔導可以找她 不敢穿衣服找我 然後follow我們 超當的IG 然後follow我的IG 然後subscribe我的頻道 那這集就這樣 Thank you Bye Bye Bye